朋友们好,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,喜欢记得,帮忙订阅点赞评论下吧。 这期继续分享穷小子第208篇,现在丁长生是真的分不出来这个南亚宁到底是真疯了还是装的,要是真的疯了,自己在他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的话,很多正事就真的耽误了。 丁长生和南亚宁手挽着手下了车,然后去了周洪奇订的水上包房,周洪奇老远就看到丁长生挽着一个女人的手走过来,脸上的黑线立马就上来了,但是又想到,自己约丁长生到这里来吃饭,这地方一个人都没有,有这个女人也好,免得有啥事自己说不清。 好久不见,周洪奇伸出了手,因为丁长生的右手被南亚宁抓着呢,所以周洪奇先是伸出了右手,而后看到丁长生伸出左手,又换成了左手。 好久不见,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 这位是,我叫南亚宁,是他太太。南亚宁一脸平静地说道,哦,你好。 周洪奇不明就里,也和南亚宁握握手,看了丁长生一眼,说道,里面请吧。 丁长生看了一眼南亚宁,懒得再说什么了,三人进了房间坐定,丁长生说道, 你先出去看看风景,这里到处都是水,只有咱们来的那一条道,我跑不了,我和这位周总有些生意上的事要谈,好吧。 南亚宁歪头想了一下,点点头道,嗯,说得也是,那我出去看看风景,你们慢慢谈,吃饭的时候,叫我。 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会的。 南亚宁答应出去,丁长生的心里松了一口气。 南亚宁起身出去了,走到门口时,回头指着丁长生说道,吃饭时一定要叫我,我都饿了。 周洪奇看了看他,差点笑出来,等到他出去了,看着他走远了,周洪奇才问道,这谁啊。 丁长生摇头苦笑着解释了一番,周洪奇如是重负地说道,刚刚我心里还在嘀咕呢,这丁长生的口味变得这么重了吗? 这个女人虽然长得不错,但是精神看起来不是很正常,怎么样,没什么发现吗? 本来是有发现的,但是现在他被打成了这样,还能有啥用? 基本是没什么线索了,有线索也断了,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也不能办吧。 丁长生无奈道,周洪奇搅动着咖啡杯里的咖啡,问道,你猜是谁告诉我你在湖州的? 谁啊,我想想,是蓝小山还是刘震东? 丁长生问道,周洪奇摇摇头,说道,都不是,是真绿竹,上午他来找我了,说你在查他老公,让我出面,劝你放他一马,不要再查下去了。 至于那个举报的人,他们自己会和对方好好谈,而且,他举报的那些事都是诬告,作为是领导,他们完全可以解决这些事。 丁长生看了看远处战桥上看钓鱼的南亚宁,问道,解决。 怎么解决? 还是像做掉他妹妹一样,把他也做掉。 周洪奇显然是不知道南亚宁的妹妹南亚平的事,问道,你说什么? 看来,你对很多事不了解,丁长生简单地把这个案子介绍了一下,周洪奇的眉头紧锁,无论何时,周洪奇的正义感从未泯灭。 还有这种事? 周洪奇气愤地问道, 所以,今天来这里赴宴,我心里也是很矛盾的,你老公公安如山,现在是如日中天,所以,我也不知道这是是不是该和你说,但是我现在回来做这件事。 还有省城市长朱沛军出逃的案子,我不能不管。 丁长生说道,周洪奇眉之声,过了一会,说道,你还是不了解我,我说过很多次了,安家是安家,周家是周家,我们根本就是两家人,当年为什么会走到一起你也明白。 虽然当时我爸把你从家里赶出去,但是他心里也不好过,我见过他偷偷哭,说到底,我和安家的婚姻,不过是个形式而已,明眼人都能看得清楚,你为什么还纠结这点事? 是,对于他们来说,这就是根本不值得纠结的那么一点事,但是他们牺牲的是你的幸福。 周洪奇,你告诉我,这几年你幸福吗?你快乐吗? 丁长生问道,周洪奇没有回答丁长生的话,而是看向战桥上和杨路兮兮的南雅宁。 其实每个人都要长大,这个家养育了你,你就得为这个家做点贡献,其实这也是交易,你是做过商人的,应该知道,这世间交易处处存在,就算是养育我们的父母,他们的目的不也是为了劳有所依或者是家有困难时有个依靠吗? 这点都不明白。 周洪奇仿佛是一个看开了世事的高僧,对丁长生说道, 可是,那是你的幸福,你有几个一辈子,就这么一个,你管那么多事干嘛,就不能活得自我一点吗? 丁长生很不满地说道,周洪奇摇摇头,说道, 长生,以后不要再和我说这些话了,这些话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,如果我说,从我结婚那天起,我的心就死了,你信吗? 看着周洪奇那生无可恋的表情,丁长生感觉到自己内心深深地刺痛,但是却没有办法为他解围,因为围在他周围的高墙实在是太高太大了,那早已超越了自己的能力范围,而且周洪奇也说了,这是他自愿为家里做出的牺牲。 既然是这样,丁长生还能说什么呢?我怎么说,也是周家的女儿,安家的儿媳妇,所以,这样的日子好坏,还得自己过下去,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,我也想过抗争,但是没用,我受不了老父亲那老泪纵横的样子,他们要富贵,我就得陪着,不然还能怎么样,谁让我是他们的女儿呢? 周洪奇无奈地说道,丁长生能感受到周洪奇的痛苦,这是他们分开以后,丁长生第一次这么切身地感受,此时此刻他才意识到,也许自己真的是舍不下这个女人。 既然是这样,你就不要过问底昆成的事情了,他的案子,我也不会向你透露半点信息,在这件事上没有余地。 丁长生说道,周洪奇笑笑,说道,你随意,我不会为他说话的,他是死是活,和我没关系。 你不管,但是有人管,安家的人不会允许他在这个时候出事,要是这个时候出了事,这不是给安如山脸上打了一巴掌吗? 丁长生问道,打不打都无所谓,和我没关系,我说的是,和我没关系,我现在来湖州做点生意,不过也是了自己将来打算,免得我将来上街要饭。 周洪奇说道,怎么可能呢? 怎么不可能,这个世界上谁不是为了自己考虑,我算是看得很明白了,所以我在湖州也许还有点生意要做,你也等我做完了这单生意后,再查底昆成吧。 到时候你查它,说不定还能查到更多的东西呢。 周洪奇说道, 什么意思? 丁长生问道, 暂时不能告诉你,到时候你就知道了,所以,底昆成的事情也不急在这一时吧。 周洪奇问道,丁长生点点头,但是却没有告诉他,涉及到底昆成的事情还真的挺急,要不然李铁钢也不会一日三催促了,很明显,他是一直都在等着一个结果,或许这是一个定制的结果,也许他还有别的渠道想给安如山上演药。 可是没想到,有人举报了底昆成,这就避免了直接去找安如山的麻烦所带来的风险,而去查底昆成的还是丁长生。 所以,这就意味着他们避开了所有的风险,只是把一个糟糕的烂摊子给了丁长生,无论如何,丁长生都不会让这个烂摊子烂下去。 开始上菜了,丁长生拿出来一颗药丸,放到了一个空杯子里。 你这是干嘛?周洪奇问道,这是镇定药,我不可能时时刻刻地照顾他,还是把他交给医院治疗比较好。 你刚刚也说了,每个人都有自己该承担的责任,我也一样,我怎么可能带着他到处跑呢? 丁长生看着从门外走来的南亚宁说道,快点来坐下吃饭吧,你不是饿了吗?这都是你爱吃的菜。 丁长生说道,是吗?果然都是我喜欢吃的,那我就先吃了,你们喝你们的吧。 南亚宁说道,但是丁长生和周洪奇都没心思喝酒,等到这顿饭快要吃完的时候,因为喝了那杯水,南亚宁的上眼皮和下眼皮就开始打架了,一直到了最后都睁不开眼睛,躺在了椅子上睡着了。 你这样没事吧?周洪奇担心地问道,没事,是医院的医生给我的,让我在合适的时候给他吃下去,就可以轻松一下了。 丁长生说道,丁长生让杨璐又叫来那几个一直跟在后面的警察,把南亚宁抬走了。 我们也走吧。丁长生说道,周洪奇自己来车来的,杨璐把车开走了,丁长生只能是坐周洪奇的车离开水天一色。 其实丁长生是可以留在这里过夜的,因为秦莫买的房子就在附近了,但是丁长生想和周洪奇单独在一起待一会,这才上了他的车,还想着去他的公司办公地点看看。 我要找底昆城在湖州批一块地,想着建设新能源汽车的配件厂房,所以,在你拿到不利于他的证据之前,我得把这事给办了,但是你得帮我一下,我也会帮你。 周洪奇说道,交易吗?随你怎么说,交易也好,朋友的帮忙也好。 其实我不建议你参与到这些事里面来,你要是需要钱,我都可以给你,多少都可以,几百万,上千万,这都没问题,足够你以后的生活了。 丁长生说道,那能一样吗?你以为我真的就缺钱吗?我是在享受这个过程,其实说白了, 我要是想弄钱,早弄得够花了,可是你以为你有了钱就行了吗? 无所事事,寂寞,孤独,这些都没法用钱来解决,丁长生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? 好吧,我能,我还是劝你和安静分手吧,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,你想一辈子就这么晚了。 丁长生问道,别说这些没用的,我不想替底昆城讲情, 但是你得帮我拖一段时间,真绿竹也许会找你,你有什么需要的,可以在他身上找回来,而且,我有这个女人的把柄,他收了安静名下的公司几百万的好处费,这个消息够劲爆吧,够不够你,帮我一把的谢礼。 周虹奇问道,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?周虹奇问道,我虽然和安静没有夫妻之时,但是总还有夫妻之名吧,他在湖州的企业我还是有注意到的,所以这些事我还能不知道。 真绿竹收钱,这是底昆城知道吗? 丁长生问道,以前可能不知道,但是现在一定知道了,真绿竹能来找我,为他家男人说情。 这意味着什么?很可能真绿竹早就和底昆城摊牌了。 周虹奇说道,那你的意思是我和真绿竹做交易,我和他能做什么交易? 丁长生饶有兴趣地说道,你需要什么,就让他做什么,而且,既然底昆城知道真绿竹收钱的事了,如果你的手上真的有那些证据,我劝你,找找门道,到湖州来,等到过上几年。 你可能,就成为一方诸侯了,我知道你是个做事的人,无论是在湖州,还是在白山,你都想做点事,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点事,其实你查出来底昆城的问题,对你有什么好处? 你要是放他一马,把那些东西死死地攥在手里,你在湖州想做啥,还不是一句话的事。 再说了,他的上面是安如山,就算是底昆城出世,这么几年过去了,能和安如山扯上什么关系,就真的能阻止安如山往上走吗? 周鸿奇问道,周鸿奇说的是,不会为底昆城说情,但是这话怎么听都是,在为底昆城说情。 无论丁长生怎么听,都像是在为底昆城说情,要是丁长生真的那么做了,就算是底昆城在以后的日子里都沉浮于自己,那自己就没有把柄被对方攥着吗? 知情不报,这个责任丁长生能担得起吗? 所以,丁长生这次见周鸿奇,心理警惕和谨慎都剁了些。 他不得不警惕,因为安如山毕竟是他老公公,这个关系是不能不考虑的。 我就不上去了,晚安。 到了湖州大酒店的楼下,丁长生下了车,说道。 你,那你怎么回去? 这个点也不好打车了,要不我送你回去,你住哪? 周鸿奇问道,不用,杨璐待会过来接我。 他现在不是还没来吗?上去坐坐,等他来了你再走不迟吧。 周鸿奇问道,丁长生有些为难,为难自己是上去还是不上去,要是上去,再被某些人小题大做。 但是要是不上去,那么周鸿奇肯定会多想。 怎么?丁长生,我记得你以前的胆子挺大的,没有你不敢干的事,也没有你不敢招惹的女人。 这次是怎么了?你就这么害怕我吃了你。 周鸿奇问道,那倒不是,关键你现在可是有夫之妇啊。 我要避嫌,万一被某些人拿来做文章就不好了。 你说呢?丁长生说道,别和我来这一套了好吧,以前你对那些有夫之妇也没少下手啊。 怎么,现在跟我上去坐坐都不敢了,还是个男人吗? 说完,周鸿奇再不理他,静止走了。 丁长生乖乖地跟在了后面,上了电梯,丁长生说道,那位安公子没在胡周吗? 周鸿奇回头看了他一眼,说道,你真的就这么害怕他。 不是害怕,我这还不是为你好,万一引起什么误会就不好了。 我也不想引起这些没必要的麻烦。 你也知道,我这次回来是真的想做点事的。 所以,丁长生想要对刚刚自己的犹豫解释一下,但是被他一个眼神瞪了回去。 哥,我这里就别演了好吧,你这次回来是真的想从政,还是想为齐家犯案的? 我告诉你,你无论是怎么想的,都需要我的帮忙,都需要安家的帮忙。 你要是查了他,你就真的没有退路了,不要被别人当枪使了,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? 明白吧?我劝你啊,没事的时候跟我去一趟北京,我爸念叨过你好几次。 我可不敢去,你就不怕安静吃醋吗?这样的人我可是知道的,心眼小的和真眼似的。 我就算是死,也还是想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,但是和你走得太近,我害怕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 丁长生做出一副害怕的模样,说道。 周鸿琦刚想说什么时,电梯到了。 周鸿琦在这里包了几套豪华套房做自己的办公室和住所,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都在一层楼。 他们还没下班呢,去我的房间做会吧。 周鸿琦前面带路,丁长生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被牵着鼻子的牛,正在一步步都被牵引到了一个陷阱里,但是却也没办法,这里面有人情,也有男人的自尊和好奇。 坐吧,喝点什么?你待会去啊,是去医院找那个疯女人,还是有别的地方? 算了,算我没问,你在湖州待了那么久,在这里还能没有几个红颜之几。 所以,晚上住宿的地方应该不是我操心的事,喝点咖啡吧,有助于你晚上打起精神来。 周鸿琦说道,你能不能不这么损我? 在你的眼里,我就这么不堪吗? 丁长生不满地说道,周鸿琦没说话,为他冲了一杯咖啡,然后递到他的手上,说道,丁长生,我冤枉你了吗? 你看着我的眼睛说实话,你来湖州这几天没去找你那些红颜之几吗? 我相信,你无论什么时候去找他们,他们都会欢迎你的,即便是他们中的某些人早已嫁作人妇,这不耽误给你当情人,丁长生,我一直都相信你有这个魅力。 丁长生喝了一口咖啡,看着周鸿琦,问道,也包括你吗? 周鸿琦笑笑,问道,你敢吗? 这里,就我们两个人,你敢对我做那些过分的事情吗? 丁长生看着他,慢慢摇了摇头,说道,不敢,我现在还记得你当我们教官时对我们的惩罚,现在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。 对于丁长生的回答,周鸿琦感到很失望,他很希望丁长生被自己激怒,然后把自己按在沙发上,按在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一个地方对自己肆无忌惮的灵念。 自己都不会怪他,但是现在他在自己面前的谦卑,让他感到索然无畏。 这里没有别人,你告诉我,你是不是为了齐家的案子回来的? 周鸿琦问道,丁长生笑笑,说道,这话你问了我好几次了,我就直接告诉你,齐家的案子早已定案了。 现在要翻过来,几乎是没有可能的,你说我会为了一个不可能的案子冒这个险吗? 临一道倒了,这个案子未必就不能翻过来。 怎么?你害怕什么?你要是真的想为齐家翻案,我可以帮你,无论怎么说,咱们还是朋友吧。 周鸿琦问道,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你多想了,齐家的案子不是那么好翻的。 我知道,临一道倒了,但是临一道没死,他虽然在监狱里,但是外面的势力呢,他的那些势力或隐或藏。 但是毫无疑问,临一道的案子不能碰,谁要是碰了这个案子,临家的那些残余势力肯定会揪住我不放,因为这个案子要是能翻,那就意味着临一道要加刑期,他们会让我这么做吗? 如果高层发话呢,这个可能有没有,对齐家的案子再次提审呢? 周鸿琦问道,丁长生愣了一下,他忽然想起来,周鸿琦为什么对齐家的案子这么关心,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?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,这事也不是我回到体制内来的目的,你真的想多了。 至于齐家的案子,我在想想,问问齐家的人,他们要是想再继续折腾,那我没办法,他们要是不想折腾了。 我在这里穷折腾啥呢?丁长生说道,对于丁长生的回答,周鸿琦感到很意外,而且现在的丁长生也让他感到很意外,给他的感觉就是他的城府变得深沉了,以前自己可以猜到他心里在想什么,但是现在的丁长生,他的确是猜不透了,这也让他感到很沮丧。 撇开了底昆成的案子这个话题,他们谈得还是很高兴的,回忆了以前的很多事。 这一谈就到了晚上的十一点多了,丁长生看看表,说道,天不早了,你也该休息了。 周鸿琦不知可否,但是丁长生不得不走,再待下去,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走了。 所以,趁着这个时候,大家还残存着的一点清醒,还是早点撤离,这里为好。 免得被人拿了把柄,他也怕自己把持不住自己,这样的错误不能犯,这个错误要是犯了,那自己就真的没有任何的退路了。 不但抵昆成的案子查不下去了,还连带着自己也要被人控制,那自己回来的目的就再也不可能实现了,自己现在所以不被任何人控制,就是自己从不向任何人低头。 好吧,反正你回来了,见面的时候多的是,慢走,不送了。 周鸿琦见丁长生变成了这个样子,谨小慎微,和以前大不一样,对他也没有再高的期盼了,所以,走了也好。 正所谓,你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,别人不知道,别人过的什么日子,你也不知道一样。 所以,丁长生这个时候的处境周鸿琦理解不了,但是他也不理解周鸿琦的苦衷,长夜漫漫,不是伴随着烈酒,就是安眠药,周鸿琦才能入睡,以前在军队时上窜下跳一天。 累得合狗似的,睡眠很快,但是现在养尊处优,反倒是睡不着了。 所以,丁长生走了,就剩下了周鸿琦慢慢熬过去这一夜,以前还可以吃点要去睡觉。 但是今天见到了丁长生,难免会想起以前的不少事,所以,他就更加睡不着了。 丁长生出了门,走进了电梯里,电梯里有个服务员正在打电话,看到丁长生进来。 依然在打电话,只是声音小了很多。 理解,我真的不想去,你又不是不知道,那个变态局长真的是很变态,我今天身上来事了,不舒服,你派个其他人去吧,我真的。 丁长生侧耳听着,虽然不是很清楚,但是也能听得到电话里的声音。 你不去谁去,今天是你值班,我告诉你,这是不要乱说了,你老老实实地去没问题。 你要是不去的话,从明天开始,就不要来了。 电话里,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凶地说道。 女孩挂了电话,脸色很难看,看了一眼丁长生,发现丁长生根本没注意他。 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,忽然,丁长生捂着肚子慢慢地蹲下了,表情很痛苦的样子。 一手扶着电梯的墙壁,一手伸向了服务员,好像是喘不上气来一样。 手机也趴地一下掉到了地上。 你,先生,你怎么了?你没事吧?先生,先生,女服务员还是很有职业道德,至少没有见死不救,正因为他救了丁长生,丁长生才救了他。 丁长生在他的搀扶下站了起来,丁长生一路按着电梯要下行的楼层,几乎都按上了。 你这是要干什么?我,我这是晕电梯,我有这毛病,快点扶我出去。 丁长生说道。于是在下个楼层电梯到了,门开后,服务员扶着丁长生出了电梯,丁长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,已在墙根喘着粗气。 你没事了吧?你等一下,我帮你联系前台。 不用,不用,这里离下面也没几个楼层了,你要是不急,扶我走楼道下去吧。 丁长生说道。可是,我还有事呢,我要去。 小姑娘,你有点同情心好吧,就扶我下楼而已,这样,我给你点钱好吧,或者我给你们单位写一封表扬信。 丁长生表情痛苦地问道。不是,我不是这个意思,好好好,我扶你,好吧,小姑娘无奈地说道。 于是,小丫头扶着丁长生下楼,这一路走得那是相当地艰难,终于到了楼道里。 楼道里虽然也亮着灯,但是不是很明亮,和酒店的电梯和走廊不一样,这里没有电梯。 我没事了,小姑娘,你刚刚说的那个局长,叫什么,在哪个房间住? 丁长生和服务员进了楼道后,丁长生瞬间恢复了正常,服务员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 你,你没事啊,说完,转身就走,但是被丁长生一把拉住了。 你这人,怎么回事,你再这样我就叫人了。 服务员说道,你叫人,叫来的也是你们酒店的人,这能阻止不去那个什么狗屁局长那里卖身吗? 你说了,他很变态,我就想知道他在哪个房间,都是怎么变态的,说不定我还可以救你一次。 丁长生说着,把自己的工作证拿了出来,递给了这个服务员。 计委,虚,所以,你可以不告诉我,就这么去那个房间伺候那个狗屁局长,你要是和我合作,我保证你不会有事情。 丁长生说道,可是,那样我就失去工作了,我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。 服务员有些心动,说道,如果他们干开除你,我帮你找工作,水添一色度假村比这里好吧,去那里怎么样? 我认识那里的老板,这点是还是能帮我的。 丁长生说道,可是,可是,这个时候,他的电话又响了。 喂,主管,我这就下去了,这里有个客人。 你死哪去了,快点下来拿东西上去,他都等急了。 是,我马上下去了。 挂了电话,想起这一夜可能会遭受到的折磨,小丫头冲着丁长生点点头, 说道,房间在701,叫什么我不知道,但是我听其他人都叫他官局,你什么时候去找他? 嗯,这样,既然是合作,咱们就商量一个合作的方式,你去前台拿一张701的房卡,进了门后,把房卡扔在门外,我会等你们开始了再去。 你记住,我要抓的是线形,要是你们穿戴整齐坐在房间里,我进去了也没用,明白我的意思吗? 丁长生问道,啊,我还要和他,服务员有些沮丧地问道,你放心,我会很快过去,只要是你们一开始,我就会进去的,保证让你吃不了亏,再说了,这是要是不抓线形,我怎么形成证据向上汇报,你明白我的意思吧? 丁长生尽量采取温和的方式,寻寻善诱地说道,你想想,从今晚开始,你就再也不用去冒这样的风险了,而且,这种事早晚是会被人知道的,到时候你家里人,你父母,你老公知道你在酒店里干这种事,结果会怎么样,所以,你今天是帮我,但是更多的也是在帮你自己。 丁长生说道,服务员点点头,算是答应下来了。好,就按照我刚刚说的那样做,我去七楼等你,等你进了房间之后,我只要是听到里面有动静,我就进去救你,对了,你,尽量大声一点,免得我听不到。 丁长生说道,女服务员感觉到自己的脸热得厉害,要不是有灯光暗淡,她可能早就找个墙缝里钻进去了。 那我走了。女服务员说道,对了,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我,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 女服务员说完出了楼道,坐电梯下去了,而丁长生则是沿着楼梯从楼道里上去了。 丁长生站在七楼的楼道口,等了十分钟左右,电梯钉得一声开了。 那个女服务员端着一个盘子出现在了楼道里,她东张西望,显然是在寻找丁长生的存在。 丁长生这个时候,在楼道口探出了半个身子,女服务员看到了丁长生,心里安定了很多。 但是就在她走到门口用房卡开门时,701的对面的门开了,站出来一个人。 而且在701的隔壁,门也打开了,也有个人出来看了看女服务员。 慢着,你的房卡掉了。 对门的人走过去,捡起了房卡,又交给了女服务员。 而这一切都被躲在楼道口的丁长生看在了眼里,这下麻烦了,自己没有了房卡。 而这个房子的对门和旁边还有人看着,看来这家伙很小心啊。 等到女服务员进去了,对门和旁边的门也关上了,想来他们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。 丁长生在楼道口等着,但是却听不到这一层有任何的动静。 后来她才知道,关圣和为了自己能在这里安稳地享乐,她住的这一层从来不像外营业。 就是为了杜绝闲杂人等到这一层来,而且她的房间又是在走廊尽头的一个套房,可以说非常的安静。 半个小时过去了,去除了洗澡和前夕,丁长生想着他们也该开始了。 现在没了房卡,看来只能是直接踹门了,进去之后只要是把关圣和控制住,其他两个房间的人就不敢对自己怎么样。 关键时刻,也顾不得这么多了。 她也想过是不是叫湖州纪委的人来一趟,但是现在她还能相信湖州市的哪个人。 虽然自己在湖州待了不短的时间,也交了不少的男女朋友,但是时间过去了好多年,这几年里这些人难道就不会有一点变化? 怎么可能没有变化? 人的变化都是随着自己的利益得失来变的。 所以,别说是这几年了,就算是一瞬间都可能让一个人掉转矛头,丁长生不奢望这些人都还是像以前那样对自己。 这就是现实。 还有蓝小山警告自己的那句话,不要觉得和别人上了床,别人就会一直对你死心塌地。 这话就像是一把刀,直接悬在了丁长生的脖子上,他想问问他是什么意思,但是他不说,这就很耐人寻味了。 所以丁长生决定,在调查底昆成这件事上,他不可以相信任何人,因为只要是在湖州的人,都难免会和这位一把手有牵扯和纠葛。 丁长生慢慢靠近了701的门,那位女服务员真的是很夸张。 在房间里叫得那叫一个惨,丁长生很想此时一脚把门踹开,但是却在门下发现了半张房卡露了出来,看来这个女服务员还不是太傻。 于是丁长生弯腰捡起了房卡,打开了房门,此时他听到了了对门的门开的声音。 但是丁长生还是快了一步,打开门,进去后迅速地关好了门,并且上好了锁链。 而此时,卧室里的声音依然很大,女人的叫喊声,男人低沉而卖力地喘气声。 但丁长生没有急着去卧室,而是在外面的客厅里转了一圈,找到了观圣盒的衣服和压在衣服下面的枪。 你看清进去的人是谁了吗?你确定进去的不是官局? 对门的人出来,旁边的门也开了,相互询问着。 我确定,绝对不是官局,怎么办?敲不敲门? 其中一个人凑进了门口,听了听,说道,你们听听里面的声音,还干着呢? 我们这个时候进去,不是找妈妈?就算是进去的是小偷,也不敢怎么样。 一看里面的人是谁,还不得吓出来。 这样,我们在门外等着,等着他出来。 这时候进去,确实不合适。 是啊,你们谁愿意进去谁进去? 反正我不进去,进去找妈呀,她正干得起劲呢。 这个时候进去,你们是想捉奸吗? 另外一个人说道,丁长生夺步到了卧室的门口,看到了床上滚动的俩个人,女在下,男在上。 经典的动作和姿势,因为丁长生藏在门口,拿着手机拍摄。 所以,女人没看见门口有人,还在心里骂丁长生不是东西,到底还是不敢进来了。 老娘都被这家伙弄死了,你还不出现。 她尽管叫得很大声,但是也不收望丁长生能出现了。 尤其是看到,对门盒旁边还有人保护这个官局长,那个什么纪委的人还敢来吗? 丁长生剑拍得差不多了,于是走进了卧室。 此时这位官局长还没发现背后来了人,还在不辞劳苦的心情耕耘着。 但是她身下的女人,那个女服务员却发现丁长生进来了,于是叫得更大声了。 今晚你有些不一样啊,叫得这么大声,待会我把你拴上好好玩玩,比其他几个强多了。 看来你才知道怎么讨好老子。 官圣和话未说完,看到了女服务员眼里的恐惧,这不像是达到了顶点的症状。 女服务员小声说道,后面有人。 官圣和不信,但还是回头看了一眼,正看到丁长生拿着手机拍摄呢。 这一惊吓可不得了,刚刚还昂扬的斗志瞬间就化为了泡影,吃惊的嘴巴都合不上了。 你,你是谁,你是怎么进来的? 官圣和一脸惊恐地问道。 那个女服务员则一脸惊慌地从床上爬了起来,拉过来被子裹住了自己,但是没敢走。 丁长生看了他一眼,说道,你去客厅里等着,我和官局长谈点事。 女人裹着被子出去了,官圣和则想去拿自己的衣服套上,但是丁长生一伸手,说道,别动,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 你到底是谁,你知道我是谁吗? 官圣和愤怒地威胁道。 丁长生乐了,等到女服务员出了门,丁长生才走到了官圣和面前,抡起巴掌就是一耳光。 这一巴掌打得官圣和晕头转向,眼睛里都是小星星,直接呆住了。 他没想到丁长生会打他。 兄弟,有话好说,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你老婆。 他是你老婆,操你妈的。 官圣和,你是不敢认老子呢? 还是真的不认识老子? 我就不信他妈的你不认识老子。 我一到湖州,你就开始派人跟踪我。 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,跟在我屁股后面。 现在你说,你不认识我,你是在骗自己呢? 还是觉得装作不认识我,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 丁长生重新坐回了椅子,问道。 官圣和这下不装了,其实从看到丁长生第一眼就认出他来了,但是没想到,还是没有瞒过去。 据我所知,你在省城是有家庭的,而且你老婆也是刚刚生了孩子不久,孩子还不到半岁吧。 怎么着,有力气没地方使啊? 说,这里的女服务员,你玩了几个了? 丁长生问道。 真没有,这是第一个,官圣和还在想着怎么才能拖过去,只要是自己出了这道门,他就一定有办法让丁长生就范,但是就是现在,怎么拖身的问题。 丁长生站起来,走到门口,对外面的女服务员说道,你进来一下。 女服务员在外面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,看来是进来之后,在客厅里就被官圣和给扒光了。 你说一下,你们酒店里你知道的有几个服务员和这个家伙有关系? 丁长生问道。 女服务员看到跪在地上的官圣和,知道丁长生没有骗他,他的确是有能力压过这个破局长。 我,我不敢说。 你说就行,我给你做主,你要是不说,我在湖州也有朋友。 我把这里面的视频给你的朋友或者老公看,你猜他们会怎么看你?你要是说了呢,我可能还会帮你瞒着。 而且,你也不用怕这个混蛋,他在湖州做不成局长了,进不进监狱都说不好呢。 丁长生说道。 女服务员听了,胆子大了起来,再说,也怕丁长生真的拿这些东西去找他家里人,那自己就真的没脸活着了。 有,七八个吧。 好,那边床头有笔和纸,你把名字都给我写下来,还有他们的电话号码,都给我写好了。 丁主任,丁主任,咱们有话好说,你干嘛要这么逼我呢?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,你这么做,这不是官圣和本想给自己求个情,但是奈何这个女服务员还在这里? 有些无耻的话还是说不出来的,所以就住了嘴。 是啊,我和你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,但是你干嘛要跟踪我?派了一波又一波的人,适合居心?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?说吧,你觉得这是怎么解决? 丁长生问道,丁主任,那个谁,你先出去,领导要谈事,你出去写,快点的,官圣和看了看女服务员,说道。 等到女服务员抬头看了看丁长生,他点点头,说道,去吧,出去等着。 说吧,你想说啥?我看看你能不能编出个花来? 对了,我还告诉你,我要是觉得你说的不符合我的要求,那我手里的东西可能随时都传出去。 我知道,这里是你的地盘,可是,你不要忘了,老子在这里也待了几年,这里也认识不少人。 你还不一定有老子熟悉这里呢?丁长生翘着二郎腿,点了支烟,说道。 我知道,我知道,丁主任,我真的是受人指使,我刚刚说了,和你没有任何的过节吧? 但是领导的话,我不敢不听啊。 领导的话? 是哪位领导指使你跟踪我的?丁长生问道。 是,底书记,你说,他是这里的一把手,他让我干啥,我哪敢不干,所以,跟踪你呢? 是因为他听说你这次来湖州是为了查他的事情,好像是和南亚平姐妹有关系,对吧? 官圣和还想从丁长生这里套取情报呢? 你问我呢,还是我问你,那他是从哪里知道我是来查他的? 这个消息是谁给他的?丁长生问道。 我也不知道,我只是听人这么说的,所以,我真的是受他指使,其他的我都不知道。 官圣和说道。 都不知道。 不对吧?那南亚平的案子为什么迟迟不破?找不到人?不就是一个交通肇事逃逸吗?还能找不到人?这又不是在郊外没有监控?市区里到处都是监控?你别告诉我说找不到肇事者。 丁长生问道。 这个案子是我来之前发生的事情,我来了之后也是刚刚接过来,现在正在全力侦查呢,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有消息了。 丁主任,你再容我一段时间吧。 官圣和说道。 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。 好,我给你一星期时间,你的这段视频呢,我先交回省纪委保存。 我要是在湖州出现任何问题,他们肯定会查到我交回去的材料,到时候你还是跑不了。 丁长生这是在用缓兵之计,今晚的事情是个突发事件,也是个难得的机会,所以才贸然出手,这也是打开湖州现在局势的一个缺口,错过了这个机会,可能再找其他机会就难了。 而且丁长生认为,这个官圣和身上还有很多事可以查出来。 所以,等到把这家伙弄到了省纪委,吐不吐,那就看省纪委的本事了,但是自己现在不能带他走。 门外还守着几个人,自己也没那个本事,暂时稳住他,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。 丁长生打开了房门,门外果然是站着几个人拦住了去路,丁长生看了看这几个人,回头问官圣和道,我可以走了吗?官局。 官圣和摆摆手,说道,让他走。 丁长生和那个女服务员一起出了门,进了电梯里,女服务员连丁长生的脸都不敢看,但是却问道,你拍的那些东西你真的要拿走,你不能这样,要是那些东西被曝光的话,我就没法活了。 我知道,所以,从今天开始,你不要在这里上班了,你去水天一色找这个人,我会给他打电话,到时候给你安排个工作,至少不用在这里陪客人了。 丁长生把自己的一张名片递给了女服务员,那是晚上吃饭时,大堂经理给他的,但是他想,无论是华锦诚,还是和请,给这个人打个电话,他都应该能给这个女人安排个服务员的工作,反正都是服务员。 丁长生上了车,杨璐看了看他,说道,丁菊,我也不知道你在干嘛,所以也没敢给你打电话,你没事吧,我看你脸色不太好。 没事,走吧,送我去,丁长生想了想,实在想不起来去哪里。 去哪? 那个南亚宁怎么样了? 丁长生问道, 醒了,吵着要见你,但是被医生打了镇静剂,在医院里呢,你不会是要去看他吧? 嗯,这样吧,你开车回家吧,回去好好休息,明天一早去医院接我,明天会有很重要的事做呢,今晚要好好休息。 丁长生说道,杨璐点点头,犹豫了一下,问道,丁菊,你要是没地方去,要不要去我那里? 我和人合租的房子,那个合租的小女孩回老家了,我可以住她的房间,你住我的。 杨璐说到最后,都不好意思说下去了,丁长生笑笑,说道,算了吧,我可不想坏了你的声誉,到时候再嫁不出去,那不是要赖上我了? 开个玩笑,我一直都在观察那个南亚宁,我在想她到底是真的失忆了,还是装的,她或许现在依旧是不相信我。 所以才装成失忆了。 还有,她说的那些东西放她妹妹的邻居那了,这可是她在没有失忆时告诉我的。 可是她妹妹的邻居矢口否认,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对姐妹的事,这要怎么解释? 好,我会好好想想这事,你真不去啊,那我把你送到医院就走了。 杨璐说道,嗯,麻烦你了。 丁长生望着车外,说道,你还和我客气啊,我已经告诉我爸妈了,他们可能这两天就来湖州,要请你吃饭,你到时候就是再忙也得给我这个面子吧。 杨璐担心地看着丁长生,问道。 丁长生笑笑说道,好,我一定去,不过说好了,你请客,我掏钱。 丁长生下了车,目送着杨璐的车消失在夜幕里,他没有立即去楼上的病房里,而是给李铁钢打了个电话,此时李铁钢也没有睡,人老了,考虑的是多。 所以教会越来越少,其实,这也是符合人生的规律,当你年轻时,你的时间还很长,所以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了无聊的事情上,比如睡觉,年纪越大,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 但是还有很多事没做,所以就不舍得睡觉了。 李书记,没有打扰你休息吧。 丁长生打通了李铁钢的电话,问道。 没有睡呢,这段时间我三点之前没睡过觉,有什么好消息吗? 李铁钢问道。 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吧,虽然那个举报的证人现在还没康复,举报的材料也不知道放哪去了,但是我今晚拿到了一些材料,可能有些不是很雅观。 你要是方便的话就看看,我待会发到你的邮箱里,我的建议是,明天一早,省纪委来人,把关圣河带走,这个人知道抵昆城很多事,而且包括我来湖州被人跟踪,都是这个关圣河在操刀,可是下命令的是抵昆城,所以,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,但是一定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。 丁长生说道。 那好,我看看材料再说,你发过来吧。 李铁钢说道。 于是,丁长生挂了电话,把文件从手机上发了出去。 丁长生走后,关圣河的手下进了房间,看到呆滞的关局裹着一条毯子,正在狠狠地抽烟。 关局,您没事吧?那个人不是咱们跟着的那个人吗?还跟吗?跟你麻痹,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?你们不是一直跟着的吗?还有,他是怎么进来的?你们几个在对门,在隔壁房间里,都没发现吗? 官圣河咆哮道。 官局,我们是真的没发现,这家伙很狡猾,我们猜想,可能是那个服务员放的水。 他们是一伙的,刚刚那个女服务员进门时,还把房卡掉在了地上,我捡起来还给他的。 行了行了,都是些马后炮,我警告你们,从今天开始,你们不要再去招惹这个丁长生。 邸书记说,这家伙不好惹,我还不信,现在我信了,的确是不好惹。 你们也是在这里干了几年的老警察了,为什么不提醒我?他不是当过你们的局长吗? 官圣河质问道。 官局,我们没在他手下干过,他走了,我们猜来的。 官圣河摆摆手,说道,都给我滚出去吧,让我一个人清静一会。 官圣河拿起手机,想要给底昆诚打个电话,汇报一下这件事,但是犹豫了好久,还是没敢打这个电话。 喂,许总,我是官圣河呀,还没休息吗? 官圣河给承建集团的总经理许家明打了个电话。 我说官局啊,这都几点了,谁不睡觉啊? 这么晚了,什么事这么急,不能明天早晨再打电话吗? 许家明有些不高兴,让谁大半夜的刚刚睡下,被叫起来也高兴不了。 许总,我遇到麻烦了,电话里一时半会说不清楚,要不我去你那里,你给我出个主意。 拉老弟一把呀,我这是,哎,麻烦大了。 官圣河在电话里哀叹道。 好好,你来吧,我在家里呢,见了面再说。 许家明无奈地说道。 你说什么? 他把你堵住了。 你是干什么吃的? 我靠,你这下麻烦了。 他就算是不把这些东西交给省纪委,也会拿这些东西要挟你。 你想过没有,一旦他把这些东西交给了省纪委,你就完蛋了。 许家明脸色大变,说道。 所以吗? 现在脑子一片混乱,我是真的想不出来到底该咋办了。 你给我出个主意,我该咋办? 这是要不要向底书记汇报一下,或者说让他和丁长生见个面,说说我这事。 我真是想死的心,都有了。 关圣和不断地搓着手,还不断地用手拍打着自己的脑袋。 你现在说这些都没用,丁长生不是吃素的,他来湖州就是为了查底昆城的。 你现在让底昆城去找他为你说情,你以为可能吗? 许家明愤愤地说道。 那怎么办? 关圣和问道。 许家明看了看可怜兮兮的关圣和,眼神瞬间狠辣了许多,问道,他现在在哪? 我不知道,他警告我不许再派人跟着,我就没敢。 你呀,你现在让你的人迅速地查出来他在哪? 然后再说,关局长,这个人不能离开湖州,要是离开了湖州,你就完蛋了,你要是被纪委的人带走,你以为你能撑几天? 许家明问道。 想到这里,关圣和浑身哆嗦了一下,问道,那你的意思是? 许家明把手掌放在了脖子处,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。 关圣和更加地害怕了,说道,许总,这样不好吧,他可是省纪委的人,要是在湖州出了事,我们就更会成为他们的怀疑对象。 再说了,丁长生说他会把那些材料传给省纪委,现在不知道传没传走。 所以我说你是猪脑子吗?那么大的文件,一时半会肯定传不走的。 在酒店里,你的人为什么不把它摁住? 耽误到现在,这都过去多久了? 你还跑我这里来讨主意? 这样的主意你都没敢拿吗? 许家明怒道,对对,我现在立刻去弥补,我现在就走。 说完,关圣和来不及和许家明打招呼,就开车离开了许家明的别墅区。 许家明被气得再也睡不着了。 这个夜晚,因为丁长生的一次偶然事件,居然吵得这么多人都没睡好。 关圣和走了不久,许家明打了一个电话出去。 安公子,是我,许家明,你那边起床了吧? 许家明问道,嗯,刚刚起来,正在吃早餐呢,什么事,大半夜的不睡觉,有事啊? 安静正在国外,问道,对,这边出了点问题,是湖州市局的副局长关圣和被抓了个现行, 现在材料估计送到了省纪委了,关圣和这条线不安全了,他这条线不安全,连带着底昆成那里也危险,底昆成让他做过一些事,南亚平姐妹的事就是关圣和做的。 所以,我想请示一下,下一步怎么办? 许家明问道,抓现行,干什么了?谁抓的? 安静将一块面包塞到了嘴里,一边咀嚼,一边问道,要是一般的人,我就可以拦下了,或者是去疏通这件事,但是对方估计不会吃我们这一套。 许家明说道,我明白你的意思,省纪委那边会办关圣和吗?安静问道, 现在不知道呢,我找省纪委的关系问问吧,但是要是他们真的想从底昆成身上下手,这样的事估计也只有高层知道,所以,有些关系,还需要您去协调,我可能没有这么深的关系。 许家明说道,嗯,我明白了,我这就打电话,嗯,现在还早点,我晚点给国内打个电话问问这事,你先密切关注这事吧。 对了,那个丁长生,他在胡州呢?安静问道,对,在胡州呢,要不要我找他谈谈? 许家明问道,嗯,可以,你去找他谈谈,还有,你不要自己去,你一早去找周红旗。 你们俩一起约着丁长生吃个早饭,把这事尽量在早晨定下来,要是早晨还定不下来,那就把关圣和先藏起来,看看后面的情况再说,现在底昆成可不能出事,他的身份和位置都很重要。 安静说道,好,我明白了,我马上去办。 许家明点点头,挂了电话,手机扔在了桌子上,安静看着对面的男子在优雅地继续吃着盘子里的食物,男子也觉察到了安静正在看他,停下了手里的动作,问道,安,出什么事情了吗? 嗯,有个人很麻烦,我可能要回去处理一下,你又要自己待一段时间了。 安静走过去,爱连地摸了摸他的金黄色的头发,说道,安,我想和你一起去中国,你知道我的作用,你的很多麻烦或许我可以帮你搞定。 再说了,我是个外国人,帮你解决了麻烦,我就回国了,他们不会查到我,所以,我不想你亲自去冒险,还是我去帮你吧。 黄毛男子说道,安静想了想,说道,也好,你还没去过中国,你可以跟我去看看我的国家,那里真的很好。 天色刚刚亮了,周鸿琦就被手机铃声给吵醒了,他昨晚睡得很晚,还是加了一片安眠药才睡着的,所以对这个电话很恼火。 这才几点,你有什么事不能晚一点再打? 一看是许家明的电话,周鸿琦更是恼火,许家明就是安静在湖州的代理人。 许家明或多或少的也在监视着周鸿琦的行动,就是周鸿琦现在公司的那些人,也有许家明安插进来的探子。 周总,出事了,关盛河被丁长生抓了个现行,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,我们在湖州的所有布局都将毁于一旦,这是够大吧? 许家明问道,什么?你说的什么意思?周鸿琦一下子被惊醒了,再也没有心思继续睡下去。 许家明一直都在楼下的咖啡厅等着周鸿琦下来,他的意思是即便是约见丁长生,他们俩最好是先见个面,把事情沟通一下,接下来怎么办,到时候好保持一致口径。 南亚宁吃了要一直在睡,一直到了天亮了才醒过来。 老公,你在这里呢?吓死我了,我昨晚做了个梦,梦见你不要我了,走了,我怎么喊你都不理我。 南亚宁醒来,看到坐在床边的丁长生,第一件事就是抱住他痛哭起来,门外的警察闻声进来,丁长生摆摆手把他们赶了出去。 我这不是在这里的吗?别哭了,饿了吧,要不我叫人给你买点吃的上来。 丁长生问道,不用叫人了,我买来了。 丁长生话音刚落,病房的门开了,杨璐手里提着买来的快餐走了进来。 你怎么来这么早? 丁长生问道,睡不着就起来了呗,你昨晚一直都守在这里啊。 杨璐,看看南亚宁,问丁长生道,丁长生坐回了椅子,看着南亚宁,说道,有时候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的,自己妹妹就这么无缘无故地没了,而他自己能做的就只能是去上访。 但是这个世界给他的当头一棒,就是没有任何的公平正义可言,有的只是官官相护,有的只是狼狈为奸。 你说对于他这样一个弱女子来说,是不是太残酷了? 那又能怎么样?我们不是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吗? 杨璐问道,丁长生摇摇头,说道,不一样,我们至少还有点权力,在这个社会上。 最没有反抗能力的就是老百姓,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要反抗,结果却往往是致命的。 我这几天看了一个内部新闻通稿,说我们现在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,老百姓的意见很大。 所以,关于财富的分配,要有一个底线,杨璐,你知道他们说的这个底线是什么吗? 杨璐摇摇头,说道,不知道。 他们说财富分配应该是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,你说这个底线是高了,还是低了? 说完,丁长生自己苦笑着摇摇头,这是多么荒唐的事,居然画出这么一个底线。 可见老百姓在利益集团的眼里是什么概念? 丁长生说这些的时候,一直都在观察着南雅宁,看看他的思想有什么变化,但是可惜的是,南雅宁的面色如常,就像是丁长生说的和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一样。 这让丁长生感到很疑惑,但是这种精神上的病症很难确定他是装的还是没有装。 所以,尽管丁长生很迫切地想知道那些所谓的证据到底隐藏在哪里,可是他这个样子,丁长生也是无可奈何。 许家明看到周鸿琪进了咖啡厅,急忙站起来招了招手。 周总,我也不想这么早打扰您,但是我昨晚和安总联系了一下,安总说让我约见丁长生时,最好是叫上您,但愿丁长生能给我们一个面子,把这事压下去就算了。 再说了,他要什么,我们都可以给,这是安公子的原话。 许家明说道,周鸿琪面无表情,说道,恐怕不可能,我昨天才见过他,真绿竹来找过我,让我在丁长生那里替抵昆程说句话,但是丁长生一口回绝了我。 你今天又把我叫到这里来为观圣和说情,你以为他会听我的吗?好,我也不难为你。 这样吧,我在现场,但是我不说话,你自己和他说,如果可以的话,那是你的本事,如果不成,你也不要怪我。 那他昨晚是怎么说的? 许家明问道,态度很坚决,但是话说得很圆满,我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说服他。 他这次回到体制内来,和变了一个人似的,我都有些不认识他了。 昨晚见面后,我感觉到我们的朋友情分也没了,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一条道上,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,这个道理你该明白吧? 丁长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,他要是这么容易听人摆布,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就。 你说呢?周红奇问道,许家明点点头,说道,话虽这么说,但是观圣河这个人一定要保的,他不知道我们的事,但是他知道不少底昆成的事,底昆成也是个晕蛋,很多事都是委托这个观圣河去办的。 有多少事,我们不知道的,我也不清楚,所以我干断定,一旦观圣河出了事,底昆成一定是跑不了的,底昆成跑不了,那我们在湖州的所有布局都将毁于一旦,很可能还会连累到安部长,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,所以必须阻止丁长生对观圣河下手。 好啊,你要是能阻止,就去阻止吧,我没这个本事,你们怎么做也不用告诉我,我就当不知道这事,好吧。 周红奇问道,周总,你不管不行啊,这事呢,我考虑了,还是先礼后兵。 你说的丁长生,好像是刀枪不入似的,但是我以为,这个世界上没有交不透的人心,我还是想试试,毕竟动刀动枪的,会更加危险,尤其是他,还是省纪委的人,搞不好激怒了他们,我们更难办,我也不想走那条路。 许家明说道,那好吧,需要我做什么?说,我做完了,也就算是给你们一个交代了。 周红奇喝了口咖啡说道,还是您试试约他出来吧,就在这里见面吧,您也不用出去了。 许家明说道,好,我管约出来,但是我不管谈,许总,我约他出来,我却不说话,我估计,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能把他约出来了, 下次再有这样的事,不要再找我了。我在丁长生那里没有这么大的面子。 周红奇严肃地说道,许家明点点头,说道,我明白。 丁长生的手机响了,他以为是李铁钢的,因为昨晚给李铁钢传过去那些材料之后,他就再也没有收到李铁钢的任何信息,但是一看是周红奇打来的。 喂,起来了,这么早? 丁长生问道,嗯,我在酒店楼下的咖啡厅,这里的点心不错,过来一起吃个早餐吧。 周红奇问道,好啊,我待会就过去。 丁长生说道,这一次让丁长生感到有些意外的是,南亚宁居然没有闹着要跟他出去,杨璐在这里守着他。 丁长生开车去了湖州大酒店去和周红奇见面。 丁长生走了之后,南亚宁忽然看着杨璐问道,他去见谁了?还是去见昨晚那个女人吗? 杨璐看了他一眼,说道,你还不算傻,你怎么知道的?他就是去见那个女人了。 那个女人不好,不会对他好的,哪有我对他好,可是他还是抛下,我去找他了。 我真的很难过。 南亚宁说着说着,就哭了起来。 哎,你别哭了,他去见谁那是他的自由。 再说了,他不是你老公,你想多了。 据我对你的调查,你也没有老公,连男朋友都和你分手了。 就是因为你一直都在坚持为你妹妹申冤,对吧?你哪来的老公? 杨璐问道。 南亚宁一下子沉默了,不再和杨璐说话,直到丁长生回来都没再说一句话。 丁长生进了咖啡厅,发现不只是周红奇一个人坐在那里,还有个人陪着他。 开始时,他以为是安静,但是走到了跟前才看清楚不是安静,因为安静他还是认识的。 来得还挺快,请坐,我帮你点了咖啡和点心。 周红奇说道。 谢谢。 丁长生点点头,此时看向那位男士。 周红奇这才恍然道。 对了,忘了帮你介绍了,这位是成建集团的许总。 丁主任,你好,我是许家明,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,请多关照。 许家明和丁长生握了握手,双手递给他一张名片。 丁长生看向周红奇,他明白,周红奇约他吃所谓的早餐。 不过是为了给这个人引荐自己而已,成建集团丁长生早有耳闻,不止在一个人的嘴里听到过这个公司的名字,而且最让丁长生印象深刻的就是南雅宁了。 他是成建集团的财务人员,那些涉及到底昆城的证据也是从这个成建集团里拿出来的。 所以今天见到许家明,他心里一下子警惕起来。 嗯,你好,对许总早有耳闻,今天总算是见到真容了。 丁长生说道。 哦,丁主任早就听说过我。 许家明高兴地说道,他以为这是个很好的开端,至少不会冷场,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,没想到丁长生接下来的一句话就彻底冷场了。 是啊,我来了湖州,就认识了一个叫南雅宁的女孩,她对我介绍了她原来的单位。 还有许总的为人,许总,你不会不认识这个女孩吧?南雅宁。 丁长生问道。 许家明一听丁长生这话,就知道丁长生这是在点他,于是说道,我手下有几千人,一个财务室就有一二十个人,我哪能都记得。 丁主任,今天我来这里,正好遇到了周总,和他聊了一下我们在湖州的这些企业,没想到就遇到丁主任来吃早餐了。 正好凑着这个机会,我向丁主任求个人情,不知道丁主任能不能给我和周总一点面子。 人情。丁长生说完,看向了周宏奇,但是周宏奇自顾自用小勺搅动着自己咖啡杯里的咖啡,一点都没有要说话的意思。 虽然许家明很恼火,周宏奇果然是一句话不说,但是却是敢怒不敢言,就连安静都是对他敬而远之。 但是,更何况自己呢,虽然周家现在是不如以前了,可是那也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,所以,那也不是他能惹得起的人物。 嗯,是这样,我有个朋友叫关圣和,丁主任一定认识这个人吧。 许家明问道,丁长生文言点点头,也知道所谓的许家明要求的人情是什么了,但是没说话。 能不能请丁主任放他一马,就这一次,而且关圣和也说了,以后丁主任要是有什么差遣,一定是不遗余力,不会有二话。 许家明说道,丁长生笑笑,刚想说话,此时许家明的手机响了,丁长生于是就停住了话头,许家明不好意思地笑笑,说道,我接个电话。 于是,拿起手机出去了,剩下了丁长生和周红旗,两人相对无言,不知道该说什么好,周红旗不知道该怎么向丁长生解释,而丁长生也不想质问周红旗为什么要这样。 所以,丁长生吃着他的点心,周红旗喝着他的咖啡。 喂,安公子,您说,你见到关圣和了吗?让他快走,省纪委的人在路上了。 可能不久就会到湖州,关圣和一定不能被带走,更不能让其他人把他带走,你明白吗? 安静说道,这么快,可是这么着急,让他去哪儿呢? 许家明也有些慌了,这样的事他没处理过,所以有些不知所措。 笨蛋,先让他去你那里躲着,你在湖州不是有好几个住所吗? 先去一个地方住着,然后再想办法看看是送他出来,还是采取其他的手段。 安静说到最后,声音低沉,许家明明白了他说的所谓其他手段是什么意思了。 好,我马上去办。 说完,许家明就挂了电话。 许家明回头看了一眼咖啡厅里正在吃喝的丁长生,内心的深处泛起了阵阵寒意。 这是他第一次和丁长生照面,但是却被这样一个消息打得措手不及。 没想到丁长生下手这么狠,也没想到他一点情面都不讲。 你不要说话,先听我说完,省纪委的人在路上了,奔着你来的,你快点躲起来。 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,我的那几个地方你都去过,你自己选个地方躲起来吧。 我现在帮不了你,也只能是帮到你这里了。 许家明打完了这个电话后,回到了座位上。 丁主任,不好意思,公司有点事,不知道我刚刚说的那件事,丁主任是怎么想。 许家明还在演戏,问道。 好说,这没问题,不过呢,我这个人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,关圣河不能在湖州待着了,让他从哪来回哪去,我可以不追究他,我这样算是给你面子了吧,许总,周总。 丁长生说完,看向这两人,问道。 这期继续分享到这里了,下期再继续吧。